连下床利器都没有 林志玲宠感冒缺席电影 宣传林志玲最近忙着宣传客碎片西游记之女儿活 不过近日却传出她突然无法出席接下来的宣传活动 经纪人则表示 因为林志玲得宠感冒 医生建议她要暂停工作 据香港苹果报道 投资西游记之女儿活的星号影业表示 日前收到林志玲经纪人来电通知 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接下来 两个月的工作都取消了 因此无法出席接下来的宣传活动 而据悉林志玲因为得了重感冒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医师也建议她要暂时停工休息 林志玲在贺岁片西游记之女儿活 演出和神医角养病被传安嗨 不愿陪陈主角林志玲 此需乌有向来敬业的林志玲 突然在新片西游记女儿活的宣传活动中请假 还表示要养病至少一个月 原因引发各方揣测 甚至被媒体和她语言程序 再度复合联赛一起 指她其实是要安开 也有报道称她在片中扮演望川和神 虽然辛苦 然而骗子女主角是女儿国王赵丽颖 让她没有勤跑活动的动力 不过林志玲助理称轻 她是真的感冒研究免疫系统失调 每天都需要打抗生素 被医生下令的好好静养才能复原 尤其要小心其他病变 才只有先取消二月排定的工作 绝非外界传言的安胎 或是不想配合宣传 林志玲在新游记女儿活 虽非女主角扮相和演出 一直是宣传重点之一 去年她也曾和赵丽颖 一起跑过好几场造势活动 并没有问题 且她之前接受任何访问 都表示自己在片中算是客串 也位于女主角自居 不至于临到上片 才不满自己的片中定位 她日前在微博上 发布了合审的一部分造型 果然引发各方讨论 认为又是一次演出上的突破 台湾也将于春节首当上映 势必会再造成话题 对于这一次缺席宣传 造成各方众说纷纭 理由于传遇夸张 林志玲助理回应她就是在 家养病 其他那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因素 天气变化的 也请所有粉丝保重自己的身体